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是桂林市 现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一所学校里面 这个有蓝天救援队的相关的这样一些队员 正在输送转运被洪水围困的这样一些学生 现在我们现场直播的画面的地点是 桂林市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清风校区 在这里也是因为近两日的这样一个降雨洪水 导致很多学生被围困在他们的宿舍楼里面 无法通往外界 在他们宿舍楼前面的小型操场上 还可以一期看到很多的这样一些漂浮物 已经停留在这个场地上面 现在现场的洪水也是在逐渐的这样一个退去 但是据相关的气象部门报告呢 在今天桂林北部等地区还是有这样一个中雨的这样一个降水 所以为了保证学生们有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呢 也是及时的在给他们去疏解 注意安全 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脚滑脚滑 转移段滑 大家注意安全啊 没关系啊 喂 委队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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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 你现在忙吗 我不忙了 你说吗 哎 说说两句 哎 对 您接上 好吧 我这样子可以是吧 咱们是什么时候来来来再转这边 这样的那我就这样子对着我站在水那边转 小心一点啊 不要滑不要滑 咱们是从什么时候来来就是在咱们桂林的这个地方来救援 我们是从昨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已经接到这个救援求助 我们就已经来到桂林这个地方了 我们本来就是桂林本地的 啊 当时的那个洪水的情况怎么样了 当时是那个时候是洪水的这个排行正在上升去 很多地方都被淹得很非常严重 啊 水位最高的是在什么时候呢 水位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 您从昨天来到这个现场参加这个救援 到现在一共有同意过疏散多少的群人 大约是300名左右 工作时长呢 工作时长我们从昨天早上八点干到凌晨四点 然后今天早上我们从昨天早上的九点到现在 像这个学校我看还有很多的学生正在进行疏散 您能讲一下今天现场的这个情况吗 是这样子的 我们接到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长的求助 然后就配合这个南临南盾的这个南临救援队 所以我们也来到这个地方一起转移这个学生 学生大概有五百名左右 目前转运了有多少呢 目前转运了大概差不多有100名了吧 还有就是400名的学生还在等待什么 对对等待我们的转运当中 就说你呢 我往下走走一下 现场咱们来参加救援的这样一些队员有多少呢 呃我们有20名 20名的队员 对有 全部都在今天的这个现场 对对全部都在今天的现场 有三搜批发艇 啊 那现场的这个学生还是比较多的 对 昨天现场这边的情况您了解吗 你说这个地方吗 昨天我们没了解 因为昨天没有接到这个承租电话 没有接到这个承租电话 你这边你这边是哪边 哦 澎湾新闻 等下一样的采访一下你 不不不 采你就行 OK OK 现场比较忙 稍后再跟您聊聊啊 好好好 这个是我们蓝顿应急队长 业对长 咱们是从什么时候来到这个桂林市参加聚团的 我们是今天早上九点 受这个南宁市应急局的协调 我们带上我们的装备 来协助桂林这个学校转移孩子 总共来了多少队员 来了17位队员 我们带了三艘冲锋舟 带了两艘两条讲板 然后带了五台无人机 带空头和夜视功能的 因为现在不知道 这400现在有将近500名学生 大概要多长时间 晚上如果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 我们的无人机就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了 现在现场的这个学校的情况您了解吗 有没有停电的情况 像一般这种发大水的情况下面 都是要求断电的 必须断电 但是宿舍里面可能就没有断电 现在我也没有进去 因为主要是你看这么多孩子等着 这么多家长 在 对对对 不好意思 留一个您的这个抬头名控吗 对您挡一下 对您挡一下 好您方便留一个您的这个抬头名控吗 对您挡一下 对 用拼音啊 拼音不太行 太好的 拼音不太行 我要用手写 手写好 好 刚才呢也是 经咱们这个委队长介绍哈 整个学校目前有这样个500名左右的这个学生在本次的这个降水洪水过程中被困 他们也是接到学校以及政府相关单位的这样个求助 然后来到这里 目前呢现场已经转移有100名的这样个学生还有这个400名的学生带转运 有行李箱的全部丢了 行李箱 过去到那边你们再帮大家去那边走 还可以放两个行李箱 后面还有行李箱吗 行李箱拿上来 行李箱拿上来去 行李箱拿上来 刚才呢也是通过目色啊 整个操场现在的这样个水深最深处可能已经达到有接近一米的这样一个程度 好 谢谢 等一下等一下 您留下吗 我还以为我还以为你是我们不人机飞手 我说今天怎么来个新的我不认识 整理的来看呢 这就是这就是这里 最会一样的 走 看这样行了吧 稍等一下我拍下照 好热 好,再和咱们现场的观众说明一下现场的情况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桂林市的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清风校区 这个校区呢刚才我过来的时候特别留意了一下 它离这个咱们的这个梨江也是距离非常近的 所以在昨天的这样一个洪水倒过的过程中也是受到的这样的影响比较大 目前的现场今天的这个转运现场是由500名的这样的学生等待着咱们救援人员的转运 目前已经转运出来的已经有这样的100名的学生 后续将有陆陆陆续续将有这个剩余的400名学生被转运出学校 然后另行安置 刚才也是在这个学校进来的时候也是在学校的外面 看到有这样一些旅游大巴还有公交车正在排队等候 现场的也是有这样一些民警在维持秩序 等待着咱们的同学从这个宿舍楼里面疏散出来 我看同学你这还有干粮跟你聊聊 要吃 这两天怎么吃的饭呀 食堂 吃的包子 食堂现在就是还能正常吃饭吗 吃不了 点外卖吃 点外卖 外卖怎么送你来 外卖送到门口出去拿呗 还能怎么拿 那需要涉水过去吗 那时候还没涨 昨天涨得太高 点都点不了 就是外卖也送不进来 对啊 你这个夹心的这个 这个是馒头是吗 芝麻包 芝麻包 什么时候留的 刚才拿的 刚才拿的 已经这个芝麻已经不像样了 学校发过来了吗 对啊 我拿不过 就是从昨天到现在有多久没有吃上东西了 昨天到现在 今天中午十二点才吃的 也是学校转运过来的吗 对啊 再不吃就饿死了 那后续的话 咱们学校有相关的这样的安排吗 有跟你们互通 有啊 不过现在都回去了 准备回家还是说集中帮你们找到这个 准备回家 准备回家是吗 对啊 再不回家就要死了 废了 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相对的嘛 哎 呃 现场也都是可以看到 有咱们的同学啊 正在喝着水 吃着这个芝麻馒头 非常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的 再也不吃了 刚才也跟他们了解啊 也是学校 虽然说现在处于这样一个内劳的状态 但是还是在保证学生们的这样一个正常饮食给他们其实发放了这样一些午餐呀 面点呀 还有饮用水相关的东西 在这个宿舍门口呢 我也是看到这个摆放了很多的这样一些瓶装水啊 还有这样一些这样一些面点这些东西也都是由咱们的学校就是准备供应的 这种地方 现在呢 刚才也是有看到这个宿管阿姨在维持这个秩序啊 维持秩序 把这个咱们的同学分批次的 然后给他舒散出来 保证他们的有序登船上岸 同学跟您了解一下现在这个宿舍里面有电吗 宿舍昨天晚上就停电了 好好好也非常炎热啊 不是非常炎热 也是和咱们刚进直播间的网友们讲一下现在情况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桂林市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清风校区 也就是说在今天的 然后咱们的蓝天机缘队也是接到了政府以及学校的相关求助 说明在这个校区里面有500名被困的这样的学生 等待着就是输送到安全地带 刚刚在我来的时候呢 现场的话已经成功疏散了有100名的这样的学生 目前还有400名的学生 现在正在现场陆陆续续的进行这样的疏散 刚才也是跟这个学校的学生所了解到 这个校区的话从昨天晚上的话已经就开始停电一直到现在 目前的话食堂是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 菜肴的烹饪 只能靠学校从外面就是转运这样一些食品水源物资 均送到学校宿舍分发给咱们的学生 后面有箱子的同学把箱子拉上来 再把箱子放在这里 你在因为那里走到大方 走到大方 线上也是采取这个人和行李分装的这个形式啊 先把这个行李统一的装在琵琶艇上 然后运送到这个对岸 然后紧接着再把这个人 让他们让学生穿上救生衣 再输送到这个安全地带 手机刚刚放放包里面了 还要拿在手上上了 来 没有就剩一个同学 背包的全部看 先拿着来 背包的 帮拿着 你帮他拿着包 车没电汤 帮他拿走 不要 拉走 这在牵包 拿着开 estan 心急 是 你們也可以幫忙東西好好好 同學把幫幫上來 帥帥帥 上一期幫你 我開 很好來啊 可以啊 拿套�рou 拿套�рou 慢點啊 同學們相後扶一下啊 往里面蹲 往里面蹲 你蹲下去 你蹲下去 往中间 往中间一点 好好好 这边 又一艘满载着 学生的批划艇正在 使向对岸 安全地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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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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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 好了 放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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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哈哈哈 还有男生 男生那边疼不住 哈哈哈 可以看到这个宿舍楼上面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学生啊 在观望 目前现场主要疏散的是这样一些女生啊 男生也会在稍后 然后等到这个女生群体输送完毕之后 陆续的下楼 给他们安排 登船 运送到安全地带 对 对 同学问一下哪里是食堂啊 那边 那边是食堂 这个鞋脚跟对 嗯 食堂地方看起来还没有就是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也是能从地面上观察到这个 也是 经过这个洪水浸泡 然后到地上流了很多的这样一些淤泥啊 地上流了很多的这样一些淤泥啊 越淤越淤越淤 我说的女的可能不可以 男的摆摆了一个 哇 他这么多有油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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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nically 现场也是出现了这样的晴天 清闻还是比较炎热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下 是比较不舒服的 咱们的蓝天救援队队员的 还有蓝队应急救援队相关的这样一些队员 也是一直坚持在他们的这样一个工作岗位 积极地疏散现场的这样一些学生 就算不太 slash 来 ec ¡就算你来!赶紧自己拿 来来来 方好住手一排人上啊 方好已经有 对啊 请一定要开玩笑 来来来 来来来 你来帮我方好住手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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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九神力同学往前走呀 去一下报告 去看看 有报告 前方点 来 后面 来 后面 来 来 这边 这边还可以再上两个 OK 他总的才几个话都很大的马上来 我可以啊 我可以啊 那这边有呢 那这边有呢 这边有呢 这边有呢 那边有钱哦 这边有 这边有钱 你看这黑得到的 这边有钱啊 那边有钱啊 那边有钱啊 没得了 没得了 我给你拉一下 你拉一下就穿了 来 我给你拉一下 拉一下 现场也是有看到咱们的英语救援的工作人员 在给咱们的学生 可以送这样的救生衣 并教他们如何穿戴 刚才也是跟这所学的学生了解的 学校后续的话是先利用公交还有大巴 将他们陆续的送往自己的家里的乡镇 目前学校的话是处于内涝的状态 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 你现在还看说说有病 我也没看过 还是现在是多数位 他这三岁多 他这给他孩子 我说谁都吃了 你自己的习统吗 你不要 今天有没有找一个人 你不要喝了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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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喝了 她把背心丢了 太棒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旧 利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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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日陆逆与有相关 您 alleg延络 不知什么 外平和适合 对 为 云 适合交易 我觉得这个搞两个那种 搞两个那种动力装置 可以拆头的那种 比较好 它是没有写的 哈哈哈 这些是不错的 就是有柔子的 那拿着女朋友习出来 哪儿那样 拿着就拿着 还有几个八个一个 那谁拿着还没想看 多一张 有没有人 多一张 你怎么不用啊 把女生都过去 不要回家了 你过来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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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怕这个就很易见啊 就有一艘救生艇 满载着这样一些救生艺 是像咱们这边 它这个船上面印着 南宁蓝队应急 是咱们往西南宁 那边过来的这样一个救援力量 还有网友在评论说 叫学校送点东西吃 刚才在直播的过程中 也是给大家展示了 就是学校也是针对于 这次内涝 因为这个食堂不能正常运转 所以他们也是从来 调了很多的这样一些食品啊 水源什么的 已经分发到学生的手里 小龙头 担拿着 哦 我来一下 都可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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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一个 分两排 分两排 一边一个 一边一个上 下一边 一边一个 还可以 还可以来两个 大家把重心往中间坐 不要坐到边上去 往中间 不要坐 不要坐 好了 好了 又来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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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还有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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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怎么还没放开 她女生你不管她说 她说女生休息一下 男生才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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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你进去这里吧 女生 还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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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点 她可能那首歌 我就是 她可能那首歌 原来是坐着回家的 现在不如坐床 我去到那个墙角那里 还有网友在评论区询问说这是哪里啊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桂林市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清风校区 然后今天呢在这个现场是有500名的这个师生 等待着输送出去啊 因为现在学校这个内部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战断内涝 学生无法就是进出 学校的这个食堂啊 还有这个正常的教学秩序也无法进行正常的运转 所以在今天呢也是咱们来自于南宁的这样一个应急救援力量 还有桂林本地的蓝天联天救援队在现场 然后参加致远收送咱们现场的这样一些师生 现在这500名师生往外输送即将已经就是破半了 然后刚才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有这个男生正在进行排队 这也是学校在有序的去组织这样一个疏散 在那边 这些人还有这些人 这些人的男生 有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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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